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长 我身为宋国打刺马 却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什么事 祖国的孔秋往宋国来了 听说他是真正的君子 那个孔秋的先祖是宋国人 你说他来了以后 会不会夺掉我的位置 不会吧 你脱心了 你说什么 第二天 孔子和弟子们来到宋国境内 对啊 真是口可难耐啊 要是有口酒喝就好了 颜柯 你就懂得喝酒 不知道理 什么呀 喝酒也有理吗 那当然了 不信你为先生 原来那就是孔秋先生 话得一点都不像 您快教教我们 香里饮酒的礼节是这样的 主人在门外迎接宾客 颜回 我们来 客人进门后 上方要多一三次 客人入席后 先尝一口食物 喝一口酒 交达对主人的尊重 停下 中国孔秋先生在此 不得无礼 找的就是你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大司马还腿 让你们滚出宋果 自禄 回来 继续吧 卡了那棵大树 杀 先生 我们走吧 上天把德行交付于我 一个还腿 又能把我怎么样 快点砍 四马牛 先生 我想请教 怎么才能成为像您这样的君子 君子不忧不惧 先生 您还要去很远的地方吗 是的 我们流浪天下 周游列国 为的是推行人政 让百晋过上安宁的生活 先生 你让司马牛懂得了 什么才是真君子 你这个吃力扒歪的家伙 他要拜孔子为师 追寻真理 做一个光明磊落 没有忧虑 那些有